大家好 又是我Alex 我們今天又去康眉 上個星期去康眉 星期又去康眉 康眉是因為他們有個活動 跟一個本地的藝人和本地的品牌 合作做了一些新一些 還有一些紀念價值的藝人 我們接著就去看看 因為他們做了一個活動 邀請了一些人一起去看看 跟藝人聊天 跟牌子的主人聊天 他們今天有一個香港本地 第一個有氣茶的品牌 你們都知道搞活動 現在又要有幾個飲食 這個有氣茶真的無添加劑 無防腐劑 好像幫他買廣告一樣 其實很沒收錢 無防腐劑的不甜的有氣茶 應該是香港第一間 我們就進去看看 裡面有多少人 其實他的活動就只有一個角落 其實他的活動就只有一個角落 那邊也有一些畫 那邊也有一些畫 還有一個偽紅燈 還有為什麼有這幅畫呢 就是因為今年是iPod 20週年 他會做我的衣服 那這件應該就是他 本身這個活動的 就是最主要的那件T 是啊 然後這裡就有其他的東西 那這個也是他的主要 他給你隔壁可以放一個iPod 那後面就有一些音樂 iPod Apple那些 就是講返關於這件事的東西 然後在中間那裡有一部舊的iPod 就是一些超og的iPod 在og到我都沒見過 因為我在想二十年前 我只有五歲 不是我四歲 我四歲而已二十年前 然後其實這裡就有些茶 它的茶的畫面 其實都是給這次的活動 很難開 很難開 這個也是他那件 本身是Ming Tea的圖 放入他的茶 然後做了一個標籤 我來試一下 我沒有什麼遊戲炒 說真的 我沒有什麼遊戲 就不要炒了 維他 它有橙皮 但是不甜 這個就真的 我現在找到Leave Two Year 就是今次的活動 就是藝人去聊聊天 它最主要就是想多些人 聆聽身邊的事物 還有我本身都比較喜歡音樂 它的名字就是這樣有例 我看到其實這裡有很多你畫的畫 而且有些是著名人物 這是歷史人物 我想問你是做了這件事多久 大致上19年開始 就做藝人 我們 這次這個Ecan 其實是你們三方面 合作 COME 還有你 還有 剛剛 Taren 是他的牌子 那你怎樣結合在一起 就是做了這件事 或者做了這件事 我本身都很喜歡畫畫 自小其實都比較喜歡聽音樂 2001年 iPod誕生 我就用了iPod 還有我本身喜歡音樂的元素 就畫了一幅 Beoula的Tenance 就找了我做這個合作 因為之前就有一個 Elbeking the Year 1 現在就出了Elbeking the Year 2 所以就這樣誕生了 好 我們現在就請到 Meoula的主理人 Terence 來來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去Startify 因為你已經說過 你發生了一些 你覺得 別人說完之後 會令你有一個啟發 會去做這件事 其實那時我在荷蘭的一間大學 我就受邀做一個演講 就是關於Asia的工藝 日本方面注重的職人文化 關於一些傳統的東西 我本身自小 很注重一個叫做物料 Texture 也很講究一些造工的細節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執著一些東西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亦都在這方面設定了很久 例如我做這個演講 去到Q&A section 你看一個問題是什麼 這些傳統工藝 這些舊式的機器 在未來這個社會 這個地球的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 環保上面 反映了一個什麼角色 其實我是很驚訝 我是想不到怎麼回答的 我沒想過你會問這件事 首先我亦都用回我知道的東西 例如難言 但是我們排走的污水 會經過怎樣處理 才會去回大海 Soloft 這些我認知 我知道 因為我去過地方的資訊 去解答 第二題都是說 這些舊式機器 比起現代機器 其實二輪炮彈排放量 會不會較多呢 即你是 坦白說 我是想不到大家問的東西 不是關於我說的 而是關於將來未來的東西 自此我開始有一個紋身的想法 就是我要做一件事 是 是為了未來的 或者是下一個世代的 所以才開始這個項目 其實你現在 我自己覺得說 剛才看過你的鐵 其實現在 在香港市面上 比較少會短 會窄 穿上身就好像剛剛很合理 但是現在大家 尤其是小孩子 會穿 好像我這些 我也不會穿得那麼窄 但是為何你會再覺得 你應該要保持著這件事 其實剪刀可以是自己去做一個尺寸 但是為何我都要製作一個這麼大的尺寸 就是我真的喜歡這件事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日本的品牌 大陸的品牌 即是他們自己的導師 其實就會是他們自己品牌 裡面穿得到的M-size 所以變成有一個尺寸是專為他們度身 然後去以前的傳統 去做他的品牌的尺寸 然後跟著他的尺寸 去做一個放單和放細 我去做了一件 我現在覺得我應該做的事 然後喜歡做的事 我應該要做一件 剪刀也是我喜歡的剪刀 所以這件事其實 有些放棄了市場 哈哈哈哈 放棄了市場 你這個詢問 你是覺得 我剛剛聽到的是你去找Little Ears去做 對呀我找Little Ears 你去找Little Ears去做 你覺得這個概念 你也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其實Little Ears 坦白說我對於藝術 我不是很熟悉 或者藝術都不太熟悉 我是在網上 也在一個叫做丹西街 之前他在擺了一個展示的地方 我看到他的畫作 也有追蹤他的IG 其實我很慶幸這個20世紀 人與人之間的交易 其實很簡單 就可以開始 我是 喂 呃 交collapse 我覺得你畫的東西很漂亮 我不懂 我不知道什麼是漂亮和不漂亮 我喜歡 於是找了他做這件事 我經常覺得這幅畫放在家裡 只有你自己看 但現在你將這幅畫印在山上 除了你自己欣賞的這幅畫 是全地球的人 只要在街上碰到你 都可以欣賞到這幅畫 我真的想多些人看到這幅畫 多些人穿了這件衣服上街 就更加多人 因為穿了上街的人 而看到這幅畫 而喜歡這兩隻眼 去令到更加多人 見不知會這件事 好 再問一句 你覺得 你的cutting會影響了你的市場嗎 絕對有 其實很多人有跟我說 由最初 就說cutting是怎麼這麼小 由最初我決定的cutting 其實我有調整了 即你有改過 我有改過 但我認為我是不是不應該聽的 反而覺得有件事 令到我想去改cutting是甚麼 我覺得可惜 可惜是 我不想是因為我自己的stoburn 而令到這件衣服的sales amount 是有影響 而令到少了人買到 而更加少了人可以看到這件衣服 令我想改的電話 不是我放棄了我的原則 我要看顧市場 你自己感受 而我真的想多些人見到這幅畫 那你就要多些人穿上cutting 將來可能會轉一個cutting 就是 給多些人 普通市場是接受喜歡的 所以我未來只有cutting 我沒有放棄到自己想要的 因為我又不想穿一些不適合的尺寸 我自己也要穿 所以我自己會繼續做 你可以選一個不是那個cutting 好 那我們現在就聊完了 其實就 就代表我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或是啟發 我不知道大家觀眾會不會覺得這條片 可能有些位置會有些悶 就是大家可能在說大家的東西 但我覺得如果看完這條片 我相信你也會有少少的啟發 希望大家也會多些人看 對 旅行影片 因為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就是我希望一些很少眾 很… 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我想多些人留意多些人看 那大家就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然後follow我的IG 然後follow所有的IG 或者大家可以多留意這些東西 好 今集就是這麼多 Bye Bye